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M 好的 讓我們這款亞瑟王傳奇崛起 這是Netmarble的遊戲 喔好大聲 調整一下 好我們就用10%好了 還是要再大聲一點 先這樣好了 然後 通知畫面預設 我改視窗畫好了 算了先不改好了 稍微看一下這邊有一些畫面的設定 語言的話 遊戲語言是語音嗎 應該是我們的語言而已吧 好我們開始吧 這邊 剛剛下載7G多啦 我是用PC版本 然後這邊還要更新檔啊 122MB 好啦今天是11月28日 遊戲是27日 之前 就有記錄啦 但是沒有第一天玩 我本來以為又是MMO RPG 結果我看了現在這個遊戲好像是回合制 回合制RPG 往時最近出好多遊戲喔 上禮拜是不是杜鴨2啊 我獨自升級玩吧 然後就什麼阿斯達年代季 三強鼎力喔 三強之爭喔 三強爭霸喔 那個就是MMO嘛 然後杜鴨也是MMO 杜鴨2也是MMO 我想說不會有出MMO吧 然後結果是回合制 哇這個 畫質不錯啊 想要好一點的話就是要用電腦玩 我這電腦已經六七年前的電腦啦 都跑不動了 但是玩起來一定是比你玩手遊還要流暢啊 手機啊 手機畫面小嘛 又會發熱 又容易發熱 卡莉邦 這邊有那個按鈕 電腦的鍵盤按鈕 這個又展示一下那個戰鬥的那個回合制指令 指令制這樣 現在網絲也不會花太多精力在打廣告啊 我所謂打廣告就是 找代言人啊 或是 找藝人啊 或是找網紅之類的吧 我感覺好像都還好 暴風喔 有克制嗎 火克風 奇怪的嘛 韓國遊戲也搞回合制啊 回合制日本比較愛玩吧 反正手遊到時候你也是 開開自動啊 不知道要用什麼 用這個好了 這個不能用 這個 把他打暈了 我長按一下 可以 有攻擊力時間兩回合 這招勒 這招是有暈眩效果 那這招是190 這應該是主力輸出啊 主力的技能 就第一個可能是普攻之類的 第二個可能 第一個是有點buff吧 第二個是暈眩 第三個是輸出 畢竟技能還是要做一些區分嘛 往時把我們 的KOF All Star給 結束營運啦 就是為了這些遊戲呀 可惡 他就 宣佈結束營運 然後就獨自升級 度壓二 還有這一款 結束營運之後我就 三四個月 大概後 最後三 兩三個月我就沒錄 那我頻道就出問題 8月9月10月 11月不知道 就是 無效流量 關鍵字無效流量 就是觀眾如果有看到廣告 那個收益我都拿不到 認定我頻道可能有作弊行為 我如果有作弊的話 老師說你作弊 你趕快說我沒作弊呀 不要作弊了呀 我怎麼連續作弊 怎麼可能連續作弊三四個月呀 好這邊有一個法師喔 奶媽奶媽 這個不能用了 這個應該是 扣能量 揮游字嘛 揮游字他就會消耗這個大家的能量 這樣 有的技能通常會有的技能還會補能量啦 這招是回血吧 然後這招扣兩個能量 就一二三嘛 很簡單 然後再按一次就可以放了 然後你也可以用那個 熱鍵 ZXC 就不用滑鼠點啦 就鍵盤按一按就好了 反正我是PCE版本 我那個度壓二上禮拜裝完 7G呀 30G嗎 我還沒移除耶 就是那個 效益很低呀 就是我花一堆時間安裝完 然後試玩十幾分鐘 然後就沒玩 那就放在那邊 這個對我來說 就是 你安裝一個遊戲 然後就稍微錄一下 然後稍微介紹一下 給大家知道 如果是手有的話 都幾百MB一下就下載好了 好他有講話是不是 是不是講英文啊 我沒仔細聽 因為我射得很小聲 像這種遊戲幹嘛不適合 也不是說不適合用手遊 畫質就比較好 這是我們人就很奇怪 以前電腦很大嘛 就把它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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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那種比較迷你的電腦 筆電 Notebook 然後又繼續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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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成手機 賈伯斯把電腦縮小成手機 然後現在手機又太強 開始放大放大變成折疊機 變成平板 再把手機再放大 對不對再把手機再放大 之前那個暗黑破壞神 大家不是一直等嗎 等不到 後來就出了那個 手機版 然後這邊可以查看我們角色 這是寫實風格 這個是寫實風的 寫實比較偏寫實風格 然後是那種西方 西方面面孔 不是二次元面孔 韓國遊戲的這個模組當然是掛寶陣 一定是不錯的 好英雄管理 繼續點這個主線內部吧 我們大概玩個15分鐘吧 這邊可以自動對話 看一下臉書好像也沒什麼宣傳的東西 就急著貼文而已 把他貼到我們隊伍裡面 把他要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魔根復仇的魔女 為什麼你看起來像250公分 這巨人一樣 尤瑞恩王 開自動了沒啊 自動 加速手遊嘛 所以我才說回合字很沒意義 就是 你到頭啦你也是開自動 這個是挑釁是不是啊 挑釁 這是騎士 騎士奶媽戰士 當然騎士我還沒有看他們的角色 在這邊的設定是什麼 這下到三格氣力 現在沒氣力了 用了就沒氣力了 把他滅掉 先把小洛洛給滅掉吧 啊我這個是AOE喔 我以為他用盾擊 有啦有有有 稍微用盾擊一下 然後這個好像要幫忙打 我們剛不是挑釁了嗎 為什麼這個法師受傷了 挑釁只針對他而已啊 這個屬性我不知道是不是什麼 克制關係或幹嘛的 這有個火啊 火焰 有的會把弱點寫在這 有些有些遊戲啦 Counter 暴擊一下 快沒死 快死了耶我 這個網被我們幹掉了 身高非常的高啊 這邊有那個統計然後升級 然後獲得東西是三成就 三星成就然後戰鬥統計 退出 官尼尾完全就是 台服代理全部都繁中看的好舒服喔 就是那個 譬如說在看小說的時候如果看到簡中小說我就是想要把它翻 自動翻譯成繁中 不然就是 你就會 看著就很奇怪 很不適不適應 雖然你看得懂但是就覺得那個 有一個疙瘩你知道嗎 看著很不習慣 我們跟他對話一下 秘密誕生的王子王子王位的繼承人 烏色王不是亞瑟王 是烏色王 王者歸來 欸 襪子真好啊 烏色德貢 烏色潘德貢 PENDAGON 好吧 西方魔王設定我現在是音音音樂音效音量比較小聲喔大家應該知道所以 他將就一下吧 哇 哇死靈系列喔 有食屍鬼啊 這邊可以調整一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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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四關這個boss戰 打完了差不多玩15分鐘了啦剩下的有興趣的自己來玩一下好不好 喜歡這種魔幻西方回遊制的 玩這個應該 還不錯 還不錯 反正手遊人就白嫖嘛不要課金 哇他會電是不是啊 哇可以控制天氣啊 這個也是王剛剛那個也是王怎麼那麼多王啊 洛特王 是也可以改一下啊 看你喜歡45度 還是這種比較直面式的 只有兩種啊 目前只有兩種啊可以拉遠近嗎 可以移動嗎不行 這個是45度 自動的話開了 倍數也開了 3倍數 他沒有說但是你就安安看就開了 音量 音效偏大啦 我可以把那個 特效 小心一點 還是很大聲算了 大家就聽一下吧 蹦蹦蹦蹦蹦蹦蹦 這個是回合術還有那個秒數 你不先把小洛洛幹掉嗎這個AI 好用那個範圍技 把小兵給幹掉了 這種也不錯啊 重視也OK 3倍數通常會 快很多 然後這種奧義的話 可能之後可以跳 就是你自己去設定 戰鬥設定那邊搞不好可以那個 略過這樣 他講英文 我看 你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做 繞跑前還要用樹枝阻擋我們 跟那個忍者一樣 丟個煙幕彈 砰 然後就跑了 阿瑟阿瑟阿瑟 果然是亞瑟王啊 卡美洛之王 進入卡美洛城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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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來到這個奇幻世界 好亞瑟王 前面引導大概15分鐘 我劇情也沒什麼跳 就是順順的這樣玩 然後取個ID 我們降臨這個世界 呱呱落地 伺服器...剛剛有選嗎?好像也沒有 這是我們首頁齁 很多工人都鎖起來了 都一個鎖頭 這邊有阿瓦龍之虎 可以召喚那個蘭斯洛特 蘭斯洛特叫什麼騎士 什麼什麼虎什麼騎士 他有一個稱號 獲得了一個鎧 稀有的 所謂稀有應該是R角吧 我不知道 然後這邊有一個廣場噴泉 解鎖建築 好 這邊有一些賬號免費的東西 免費 獲得 獲得這個資源 然後錢到一下 第一天又送角色喔 很多這種卡牌遊戲都是第二天才送角色 或是最後一天才會再給一些角色 這個幾天啊 還蠻多了耶 30天 卡牌 這是那個關卡的一些任務 一些活動副本 差不多 大概15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到這個畫面了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我是漢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